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不见得出兵可能是为了保护他的公民 美国公民还有他的大使馆的人员 外交的一些人员还有一些家属 那当然美国国务院也一再强调说 不会像阿富汗模式用军机撤离 然后目前现有的民航的这个航班 应该可以应付美国在乌克兰当地的一些公民 跟他的眷属还有这个外交的这个官员 但是美国国务院下令1月24号 就是这个现在差不多今天这两天的晚上 在乌克兰的美国的这个外交官的眷属 要赶快离开 已经让乌克兰很火大了 你知道他们讲说是24号 所以相当的愤怒 那这个其实跟当初去年阿富汗的模式 阿富汗的这个卡扎 他们这个之前的政府 这个一样傻眼 让新的这个卡利班 然后直接就长驱直路一样 所以当然美国想要避免这样一个窘境发生 但是偏偏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一个边境 已经形成北东南三面包围的这个乌克兰 北边有白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要跟白俄罗斯军演 那东边本来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交界处 那南边有俄罗斯掌控的克里米亚 所以北东南三面包围 形成对乌克兰极为不利之势 我认为现在只差一个理由 就是乌克兰里面像 会不会像哈萨克之前发生这样的一个暴乱 抗议动乱 那当然有可能亲俄民兵 或者是亲俄的势力 可能在底下散动或怎么样 所以乌克兰要小心这一点 只要被俄罗斯找到了一个 师出有名的一个理由和借口 那么我认为俄罗斯已经在那个地方 部署好几个月了 那十几万大军只要一个理由 俯定一声令下长驱直路 就直接可以到乌克兰里面 那当然会扶植乌克兰的一个 亲俄罗斯的政权 他没有办法马上把乌克兰打下来 化归自己的版图嘛 虽然以前都是重属了这个旧苏联 那美国跟英国这些北约 我也跟大家讲不会出兵啦 所以为什么乌克兰那么气愤 现在要这样的一个撤侨只是 美国现在要做样子 虽然说他已经在这个地中海啊 然后已经喊出来说 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我要现在到地中海去演习 演给俄罗斯看 俄罗斯立刻还起 还以颜色宣布说 你要在这个24号到下个月 2月4号在那边演习 我也同时间在地中海 跟北大西洋 北极海跟太平洋 我四个海域举行演习 所以两边互相较劲 我看美国还能出什么牌 好不过我刚刚一开始 为什么要特别先问一下靳平 说为什么这个拜登呢 要挽回他的微信 因为赖老师我们之前看到 拜登不是讲了吗 小规模的入侵的话 那就要跟这些北约的盟国 再来商量一下 到底要怎么处理吗 所以让大家想说 所以美国原来是这样的态度 所以当时乌克兰总统才会发言 表示他的不满 那现在呢 不仅仅是你说 你要派个美军出马了 要出动了 可是才5000名美军 再来他要部署到哪里去 根据这个报道呢 是说包括波罗的海三小国 还有罗马尼亚 甚至还有遭受威胁的 北约盟国的港口 所以都不是乌克兰 不是基辅 这是美军现在拜登要做的事情 好再来 那你说真的他们是关心乌克兰的吗 如果真的是关心乌克兰的话 那不如说是比较关心的是 美国公民的安危 因为现在美国有启动乌克兰撤侨指示的预警 美国国务院下令要撤走住乌使馆的外交官眷属 而且说战火的风险是迫在煤烧赶快走吧 而且呢还趁民航机还有航班现在尽快撤离 所以不会像是在当初阿富汗那样派美国的军机来协助撤侨 好了结果呢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说是不是真的要攻打了 那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俄罗斯会不会攻打乌克兰 因为俄罗斯自己说他不会攻打 但是如果有挑衅意外或是其他的事故 那这个不排除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认为你美国人在抹黑我 我没有说我要打 我在我自己家里面囤重兵 是我家的事 你怎么可以管我 而且呢你自己本身不也在我家旁边囤重兵吗 例如说你在我波罗的海三国北约 你在那边囤重兵 然后你在这个黑海这个地方 一天到晚有这个军舰跟战机在这个地方飞来飞去 那这个都是在我家门口 我又没有到你家门口 你跑到我家的门口里面来 那你今天反过来指责我在 我自己家门口里面囤重兵都不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俄罗斯来讲 他认为美国你这个要讲道理嘛 什么什么道理都不讲 但是现在对美国人来讲 他最大的苦恼是在 他不知道俄罗斯的意图 也就是说到底要打是打乌克兰 还是要打波罗的海三个国家 还是要恢复他原来前苏联时期的时候的势力范围 现在他们都抓不住 然后对于美国来讲最苦恼的地方是在于 他如果说假设俄罗斯的野心是更大 要建立前苏联时代的这个缓冲区 那美国要直接跟俄罗斯交战 还是不要直接跟他交战 但是问题就在于北约又不等于欧盟 因为北约有一些国家是欧盟的 但是有一些国家他不是欧盟的 所以欧盟有一些国家是北约的 可是欧盟有一些国家也不是北约的 所以他本身又错综复杂 所以欧盟内部里面意见又不一致 欧盟内部里面有一些国家他认为说 我们不要去碰这个俄罗斯 烫手山芋 是的 我们没有理由啊 因为他没有威胁到我 那我也不是你北约的成员国 那我为什么要加进去 可是也有一些北约的国家 他既是欧盟的又是北约的 他也认为为什么我要去碰俄罗斯 那是你美国要碰啊 又不是我要碰 那这样的情形像 我为什么要被你带进去捡住战火 而且你当初北约就不应该 东扩到这个程度 已经东扩到俄罗斯的家的隔壁了 你完全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 我又没有同意你这样做 是你自己要这样做 那你为什么你当初要这样做 是因为你欺负俄罗斯 你认为俄罗斯已经一节不正了 已经瓦解了 所以俄罗斯这个土地面积大 人口才一亿多 然后这个人均所得 那时候才五千多美元 就五千多美元 那在我们欧洲国家来讲 是穷的 你只是土地面积大 但是又穷 你也没有什么力量的 所以就欺负他 这个就是德国的海军司令所说的 你当初尊重人家一下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事情 那你又不尊重人家 你又欺负他 你欺负他 所以你一直不断的东扩 欧盟也不断的东扩 北约也不断的东扩 你欧盟东扩也就罢了 欧盟再怎么样是政治经济组织 可是你北约是军事组织 你东扩到俄国的家门口的时候 俄国忍无可忍了 忍无可忍那就不必再忍了 这是我们最常听的一句话 那忍无可忍就不必再忍 当然他就做这个动作 现在让美国人苦恼的地方是在 他到底要打乌克兰 还是要打波罗的海国家 所以你刚提到了 他把五千多个士兵派进去 他是如果他今天是要打 波罗的海的国家 那一些美国的 原来所设的军事基地 该怎么办 还有他在于原来的东欧 所设的这些军事基地 那该怎么办 如果俄国俄军直接扑进去 那他该怎么办 那如果美军直接跟俄军直接交战 那我们都知道这是战争螺旋 美国人还没有准备好 因为美国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财力 去跟俄罗斯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那如果说俄罗斯假设要打乌克兰 美国他又不能介入 因为你刚刚讲的五千个士兵 对 可是俄罗斯不是伊拉克 不是海山 因为海山时代是被军事制裁十年 所以他武器装备都落后了 那美国是占有绝对绝对绝对的优势 去碾压这个伊拉克 所以他可以派十三万五千人 去打这五十万的这个伊拉克的大军 十三万打五十万到六十万的伊拉克大军 可是现在俄罗斯有一百多万的精锐的部队 你美国五千人能做什么用呢 乌克兰在边境里面都十几万人 而且都是高现代化的这些装甲部队 你美国五千人根本不可能跟他作战 所以他不是真的要去打的 不是 所以大家很明显的一看说 你派五千人那就不是要参战 那不是要参战那你派这个人来 要干嘛 因为这样就能够嚇阻俄罗斯 这也做不到 因为俄罗斯也不是被你吓大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 拜登他真的是其辅难下 你看布林肯他现在痛苦到不行 因为跟外长不是才 跟俄罗斯外长不是才见过面 可是时间太短了 就是只谈了九十分钟一个半小时 你看两位飞到日内瓦 谈了一个半小时结束 那就代表什么 不欢而散 就谈不下去了 因为谈的时间太短了 那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冗藏的 那其实意思也就是 俄国把底牌给你了嘛 就是我的这个俄美的安全协议 保障协议交给你 你看一看有什么问题 大家讨论一下 那讲一讲以后 那就你回去考虑 我要书面答案 现在俄国要的是说 你美国你要给我书面答案 那现在布林肯已经给他拖了十几天了 现在俄国用军力逼得更紧了 所以现在布林肯说 那我下礼拜给你好不好 但是一个条件 你不要公布 不能公开 那问题就在于俄国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不能公布 那他一公布就代表 不能公布就代表很难看了 因为如果不难看的话 你怎么不能公布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数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按赞 分享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